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主内弟兄弟平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现在给大家分享讲述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这个话题 前面已经讲了八讲 这八讲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索 那么我在八讲给大家概述一下 第一讲是树里有神 神存在和神创造世界的世界观 第二讲是认识人的本源和人的特质 第三是理解神赋予人的权利 第四是人应该对神的大爱 创造父权给应有的回应 和报答 第五是明白婚姻的起源 家庭婚姻制度 那么第六是婚姻是由神所赐给夫妻双方的 是神与人所立的约 也是人与神所立的约 第七是认识人与人类的本质和罪性 第八是人的罪 人的罪是人和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然后呢 下面我想给大家讲这个第九讲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我们说讲的是关于人生生命和生活的指南 他也是开启我们灵魂的钥匙 那么第九讲呢 那是神通过拣选 这个伊斯列人神的选民 来实施他在地上和天上的各种计划 这个是从圣经你看的 这个前面这个旧约里面 还有新约里面 他概括的这个里面的主线 我们每个人做事的时候 如果是有规范的人 你都有一个策略 如果你没有一个策略 那你这个事就做不好 做不成 打不到目的 如果有一个好的策略呢 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我要考大学 是吧 那么如果你考大学的时候 你的起点比较低 那么你的策略什么呢 你要通过 这个可能是你的语文不好 你要一站位突破口 然后呢 把这个攻下来以后 那么呢 你整个分数提上去了 最后呢 高考分数提上去到了 是吧 是吧 这是从这个角度 还有的呢 是因为 如果在你这个 让你比如说 让你管理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 是建一座大楼 那个这个大楼呢 可能就在纽约 这个皇后区 什么区里 那么你要建这个大楼的时候 那你如何来建呢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得找这个市 这个 找这个市里 这个 这个批 这个管理这方面的 这个政府 法规啊 然后周围这个 社区的人呢 那你得找一个突破口 OK 然后以这个来带动 整个的这个 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这样 那么从这个 那么多年 毛泽东时代 中国是封闭的形成社会 穷社会主义 那毛泽东死了 然后呢 文革也结束了 就粉碎了四人帮 那邓小平上台以后 他什么呢 他搞的改革开放 OK 然后呢 通过搞个改革开放 然后呢 把这个知识分子上的平反 是吧 然后恢复高考 培养人才 那么开放的时候 把香港台湾呢 日本呢 美国的技术引进来 这样的话 就把中国的生产搞起来的 这十四亿人 十八亿人 到现在十四亿人 活地提起来了 那么神 他要做他的 这个完成他的计划 他也得选这个人 对不对 选这个人 他的突破口 他这个这个 整个一个主线 他不能把所有的人 世界上当时交通也不好 通讯也不发达 他不可能 把所有的人 他找的什么呢 我想找一批人 就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 犹太人 OK 那么这个 找这个人 找这群人 找对了 就是事都好办了 如果找不成这群人 找到别的人 那就不行 是不是 那看 那个犹太人呢 这些犹太人呢 他们的语言非常好 你看写的这个西伯来文 翻译成我们现在的中文 没有 没有那个 这个 古典文啊 就是那个文言文 读不懂 没有那个 并且他们都有 他们那个 这个 然后非常的清楚 是吧 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呢 还有犹太人呢 这个民族呢 非常的勤奋 是吧 然后呢 对神有敬畏之心 你看看这个 这个 七出神造天地 那你中国人会这么写吗 是吧 你美国人会这么写吧 你不会的 是吧 那圣经 康审说 他就是七出神造天地 我们居住的天 我们居住的地 我们看到的天 一切的一切 都是神来造的 那么这样 他们一定会有敬畏之心 所以说 他们有这个 把他们的骄傲 就打下去了 是吧 然后呢 他们知道敬畏神 敬畏天 他们就非常这个 勤勉 是吧 那么神说的话 那么他们就按照遵守 比如说 中国呢 这个就是说呢 无法无天 和尚打伞 打伞 无法无天 是吧 胡折腾 所以才闹了大约 闹了文化大革命 那现在搞其他很多东西啊 实际上 是吧 对不对 什么坏事 能做得出来 是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 神 他是通过拣选 通过这个 拣选 那么这个民族呢 神就拣选 就是以色列的民族 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呢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到出埃及的时候 也就是百万之众 现在流散到 就是流浪到世界各地 不同区域 住了几千万犹太人 那么呢 在以色列本土建了国以后 1948年建国以后 他们现在在以色列住的犹太人呢 也就是八百万多一点 是吧 形成这个民族 是吧 那么 那么形成国家 最后是全世界 全人类 是吧 那么神 他就是拣选这个民族 那拣选了这以色列人以后 那以色列人当中 有原 这个最长老的 谁呀 就是这个亚伯拉罕 这个亚伯拉罕呢 开始的时候 他叫亚伯兰 你看看这个创世纪啊 他记载这个 对不对 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 就是在这个 让神让他到哪里 他就去到哪里 他本着在一个地方是租长啊 是住的很好的 OK 那么神就在梦里啊 就启示他 他说亚伯拉罕 你要到哪什么地方去 OK 那么呢 我会把那里的什么东西给你 就给你 所以亚伯拉罕到底 他也不清楚到哪里去 他就去 OK 然后亚伯拉罕呢 等这个他没有儿子 不是他亲生的 然后神也说 这个 他这个 等他的太太 就是这个 这个萨拉 这个已经是 这个 这个 就是过了生日之年 还告诉他 给他赐给儿子 那么他 也开始 没有信心 最后他相信 神就赐给他 是吧 那最后呢 等他生这个儿子 最后 他叫仪萨 仪萨呢 他那个 神要要求他 要把这个 把仪萨烧掉 现为番祭 那么亚伯拉罕 也没有任何犹豫 就去了 所以他 这个 他找的这个民族呢 就是有这个 顺服的首领 顺服的首领 那么他有这个 顺服的首领的时候 他神想要做什么 他就跟随着去做 你让我做什么 就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神呢 他就拣选这个民族 他是拣的是非常对的 这个民族呢 非常就是说 他们就是非常uniform OK 纯正 然后呢 这个勤奋 然后呢 有自己的语言 然后呢 这个有敬虔之心 然后呢 这个非常喜欢动脑筋 他们呢 做了事情以后 那他们都把他们的东西呢 非常完整的能记载下来 非常记载下来 那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当时神 他拣选的是 以色列人 那么这些个 以色列人呢 他们就 直接上呢 就是这个 喜欢拜神 喜欢跟随神 然后喜欢过一个 敬虔的 拜神 祷告神 守安息日 这样的生活 对吧 很有规矩 不是那种自由放任的 你看 就是这个 像这个中国啊 中华民族啊 我们叫中华民族啊 汉族也好 这些民族呢 就比较讲究 自己生活的 比较悠哉 然后喝个茶啊 然后做个小农经济啊 过个小日子啊 大部分是这样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不像以色列人 这么敬虔 不像这么敬虔 那本来在中国的历史上 曾经也有皇帝啊 然后有这个上帝 有这个 也有神的观念 那慢慢呢 这个观念呢 就大漠了 中国成了一个 不无神论者国家 OK 那么后来又 这个 到了这个 共产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 从这个苏联 传来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成了一个 唯无论的国家 OK 在世界各国啊 都有敬虔 很多人都是信这个基督教啊 然后有这个敬虔之心 然后的时候呢 那么中国反而走了一条 这个消灭基督教 然后不让有人有信仰 走这个宣讲 这个马克思主义 乌尘寸的观念 所以说 你可以想一下啊 这个神 他拣选这个 以色列人啊 实施那个拯救计划 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他拣选好了 那么拣选这个 以色列人以后 那么呢 在这个创世纪里啊 都有明确的技术 那么等这个神 看到亚伯拉罕啊 他是知道 他是敬畏神的了 知道他的顺服 然后呢 这个他就 就告诉亚伯拉罕 他会这个 他说 我对你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万族都会因 你的后一 这个受益 OK 蒙福 这个人说 他实际上呢 把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 把这个 这个神对全世界 全人类的拯救计划 在那个时候 就和亚伯拉罕 立约 用口读的方式 告诉了亚伯拉罕 对不对 那你的后一 他的后一 是吧 那么最后 再有那个 就出现了这个 这个 就是大卫 大卫以后 然后大卫这个 后一后一 最后出现了耶稣 OK 那么耶稣最后 他就 我们到了新约 他就死在十字架上 OK 那么成了我们基督教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全世界 最主要的宗教 也是影响力 最大的宗教 OK 也是最科学 最完整的 然后呢 带动人类社会 进步繁荣的 这个宗教 对吧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神呢 他这个 实施这个拯救的计划 那么神拣选 这个 以色列人啊 那种特别表现的 明显的就是 出埃及计 对吧 那么在这个 这个以色列人啊 因为他们散居 然后这个 他们的国家呢 然后那个 就是这个 当时的时候 还没有建立起 自己的国家 那么呢 这个他们散居 这个只有信仰嘛 他们就被这个 他们在这个 这个 那个埃及 那是古埃及了 在古埃及的时候 他们做这个奴隶 那么做奴隶呢 已经这个 做了很多年 这个 他们是卖苦力啊 然后呢 对他们很 不公平的对待了 然后 这个时候呢 神看着他们受苦 那就把他们 这个 让摩西带领他们 这个 集合起来 然后呢 通过这个 逾越节 那个晚上的时候 那么 让那个 埃及的法老啊 释放他们 让他们可以走 结果他们在旷野里 漂泊了那么多年 以后 OK 最后 然后 过红海啊 神把这个红海 变成干地 让他们过去 而让这个 埃及人被淹死啊 OK 所以呢 神呢 就是用这种方法啊 那个 拯救 这个拣选他们 让他们成为选民 也让神 成为他们的神啊 那么最后呢 这个实施 通过这个 最后 到了新约 然后完成 他的拯救计划 那么通过这个 新约以后 也把福音传出去 然后呢 让世界 所有的人 都有机会 知道耶稣 认识耶稣 领受这个福音 而得救 OK 所以这个 这也是圣经 告诉他 想这个 到底讲什么呢 他讲那个 神呢 他拣选 以色列人啊 那实施 他在地上 和天上的计划 那么 等你看到 这个 这个 耶稣啊 他这个 死了以后 复活 复活以后 就在地上显现啊 四十天以后 升天 那么 如果你看 启示录的话 这个耶稣 会再来啊 他还是 以色列 以色列这个 这个 他们这些 圣徒啊 成圣的 然后在天上 一同 那个 降下来 成为新的耶路撒冷 新的 新天新地啊 然后 这个 来拯救这个 计划啊 这个计划 是一个非常 完整的体系 这是我今天 给大家说的啊 讲的这个 就是圣经啊 到底讲什么呢 第九讲的 就是说 神通过 检险 以色列人啊 落实 实施 他在地上 和天上的 各样 各种计划 非常重要 就是神 要拯救世人啊 他把他 弥赛亚 以后会 分享这个 那么今天呢 就把这个 圣经 到底讲什么呢 这个 是你拣选 以色列人 落实他的 在地上 和天上计划 这一讲 给大家讲完了 希望你这个 喜欢 然后 发给你的朋友 一起来这个 学习啊 好不好 那么今天 我们一起来 做个祷告 感谢主 以赐圣经 的话语 从旧约 到新约 然后呢 来 让我们 认识你 同时 我们也看到 神 你是非常 有恩典的神 非常有 智慧的神 能够拣选 这个 你的选民 以色列人 通过他们 他们的事例 他们的历史 然后你这个 当他们悖逆的时候 你就宽恕他们 等他们顺服的时候 然后归向你的时候 你就饶恕他们 也让这群人 成为这个 照亮 其他人群的 一个灯塔 特别是 从这群人当中 出了主耶稣 那么把这个 拯救的计划 就推广到了全世界 不仅在地上 而且在天上 求神 继续激励我们 一同来学习 你的话语 然后把你真的 通过圣经 想告诉我们的事 启发给我们 让我们用最好的 最短的时间 学到最真实的知识 真理 然后让我们 在你的话语上 得到造就 以上祷告 奉爱我的主 耶稣基督名 Ame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